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弱的我们要记时商 光纱 财 但是要排除通关用神 调和用神 此外八字里最弯的五行一般都是记神 课用神的也是记神 现在我们来讲从格 何为从格 八字中日主的气势若即无身符 而四柱的光纱 时商 财 三种有一种或两种气势非常长旺 使得日主不得不从该五行的旺事 就叫弃命从长或者弃命从相 第二点 从格如何去使用神 根据不同的构成条件可分为四类 第一 从光纱格 满旁光纱 日主没有任何的根器 没有硬和笔结来帮 或者硬和笔结已被破坏 使用光纱 财 记 硬和笔结 第二点 就是从财格 满旁的财心 日主没有任何的根器 没有硬和笔结来帮 或者硬和笔结已被破坏 使用财 时商 记笔结 硬 第三点 就是从而格 从时商 满旁时商 日主没有任何的根器 没有硬和笔结来帮 或者硬和笔结已被破坏 使用时商 财 笔结 记硬 光纱 第四点 是从长格 从万格 从万格 满旁笔结 绝没有光纱来制 或者还有硬来生笔结 万道极制 则构成了从万格 使用笔结硬 记 光纱 从长格 满旁硬瘦 笔结也多 日主得令 绝没有光纱 财 适合顺 不适合力 构成从长格 使用是笔结 硬 记 财 光纱 第三点 是真从格与假从格 真从格 日主在地质毫无根器 在天干绝无硬瘦或笔结帮生 假从格在地质常干里有微弱的根器 或者在天干有硬笔结 当被字化合注 真从格比假从格的格局要高 阴天干比阳天干更容易从 本课程的案例 使用神分析 大家看这个图 戊土难生在紫月不得令 地质的午火跟气的被两个紫水手冲 天干上帮生的极土和丙火都被结缴 所以自生的戊土是偏弱的 生偏弱 洗火来生土 土来帮土 火土为洗用神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分析一个案例的洗用神 那么今天就为大家来讲到这里 我是庞子川 我们下期再见